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希利加王打发人带领先知耶利米进耶和华殿中第三门里见王 王就对耶利米说 我要问你一件事 你丝毫不可向我隐瞒 耶利米对希利加说 我若告诉你 你岂不定要杀我吗 我若劝诫你 你必不听从我 希利加王就私下向耶利米说 我指着那照我生命之永生的耶和华启示 我必不杀你 也不将你交在巡索你的人手中 耶利米对希利加说 耶和华幻君之神 以色列的神如此说 你若出去归降巴比伦王的首领 你的命就必存活 这城也不自被火焚烧 你和你的全家都必存活 你若不出去归降巴比伦王的首领 这城必交在迦勒底人的手中 他们必用火焚烧 你也不得脱离他们的手 希利加王对耶利米说 我怕那些投降迦勒底人的犹大人 恐怕迦勒底人将我交在他们手中 他们戏弄我 耶利米说 迦勒底人必不将你交出 求你听从我对你说耶和华的话 这样你必得好处 你的命也必存活 你若不肯出去耶和华 指示我的话乃是这样 有道王宫里所生的妇女 都带到巴比伦王的首领那里 这些妇女必说 你知己的朋友 吹逼你 胜过你 见你的脚陷入于你中 就转身后退了 人必将你的后妃和你的儿女 带到迦勒底人那里 你也不得脱离他们的手 必被巴比伦王的手抓住 你也必使这尘被火焚烧 希利加对耶利米说 不要使人知道这些话 你就不至于死 首领若听见了我与你说话 就来见你 问你说 你对王说了什么话 不要向我们隐瞒 我们就不杀你 王像你说了什么话 也要告诉我们 你就对他们说 我在王面前 恳求不要叫我回到 越南丹的房屋 死在那里 随后 众首领来见耶利米 问他 他就照王所吩咐的一切话 回答他们 他们不再与他说话 因为事情没有泄露 于是耶利米仍在 护卫兵的院中迟到耶路撒冷被供取的日子 今天的经文就读到这里 今天的经文是延续昨天38章前半段所发生的一些事情 先知耶利米被关押在护卫兵的院中 我们从今天的经文当中 看见 希利加王其实很想知道上帝的质疑是什么 就偷偷的把耶利米找来 问他说上帝告诉你什么 你要一五一十的告诉我 耶利米看希利加三番两次的把他叫来 要问耶华的旨意 耶利米就跟他讲实情 就是说你们都不听从上帝的话 大大的得罪上帝 所以这个审判是一定会临到的 你们如果愿意在神面前谦卑顺服神 出去投降的话 这个城市也不会被烧灭 可是你们根本不相信这是上帝给你们的管教 你们不愿意在上帝面前悔改谦卑自己 而违背上帝的管教 想要靠自己得救 你们就终必全部灭亡 十九节希利加说 我怕那些投降加勒底人的犹大人 他们将我交在他们手中 他们要戏弄我 希利加害怕 如果他如果投降了 他会被之前那些已经投降的犹大人 羞辱他 原来希利加真正所害怕的 还不是这些巴比人人 而是怕被那些投敌的犹大人 被他们整死 希利加因为面子的问题 而决心不听从上帝的吩咐 他是惧怕人 而不敬畏神 有时候我们也会这样 我们明明知道上帝的旨意是什么 但是我们无法完全的理解 好像上帝要我走的路 跟我自己想的不一样 但是我们人仍然要遵行上帝的旨意 圣灵必会引导我们走正确的道路 在二十节 耶利米说 加勒底人必不将你交出 求你听从我对你所说耶和华的话 这样你必得好处 你的命也必存活 上帝在这个地方 仍然给希利加有一个机会 耶利米也好援相劝 他说求你听上帝的话吧 但是希利加仍然很犹豫 因为他自己没有信心也害怕 亲埃及的立场跟那些犹大众首领的反应 所以他缺乏自信来听从上帝的话语 就是宣布要去投降巴比伦王 他也在期待埃及能够拯救他脱离巴比伦的手 他虽然听见上帝的旨意 仍然不愿意遵行 而且还要求耶利米要保密 不要让犹大的首领知道这些事情 既然是这样 希利加就无法避免因为不顺服神 而带来的惩罚与管教 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明白神的心意的时候 我们就要勇敢的去行动 Amen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父神 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虽然我们明白你的旨意 但是我们却常常不愿意顺服 以至于我们走错了路 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放下自己的坚持 让你能够完全的掌管我们的生命 不随从自己的心意跟欲望 而是能够竭力寻求你 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身上 谢谢主 我们将祷告事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弟兄姐妹 愿神赐补你的每一天 当我们遵循神的话语的时候 必带来蒙福的道路 感谢主 我们明天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